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史 海上是识人对上海的别称 上海这个城市斜着西洋的骨架 却又紧紧细着中国的循环 最初创意育员老街这个项目 是希望通过老街与时光的对话 将老称相的变化柔和成文化的色彩 繁华只是老街的表面 真正打动人的是他骨子里的文化气质 从御远老街到最初上海 日记月累间传递一种 铭刻于骨的文化基因 意识与现实相互交流 从老成像的变迁中 迈开文化的幻彩 时代欢迎的脚步 我是一位杂家 做企业 写书法 做艺术 无论从事什么领域 感触最深的就是 多元 包容 中方生活美学需要世界性的表达 更需要包容性和创新性的理念来诠释 同时我也在不断地拓展艺术的边界 无论是为二胡艺术家 马晓辉设计首位艺术服饰 还是其他艺术门类 我都希望能背靠中国文化 放眼世界格局 向中国与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为东方美学发声 为海派文化发声 我是称为一家 我在上海 以海纳百川 致东方生活美学